欢迎收看《港清港楚》 国庆黄金周就导 加上本港刚刚有六只大红猫 对旅游界的帮助有多大呢 我们邀请到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上来谈谈 早上 总干事 早上 先讲讲国庆黄金周 我们看到近日其实你们业界对这些东西都有些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是很乐观的 有些人就是很悲观的 特别可能是对于内地房屋旅行团的数目那里就很悲观 你们自己又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都是乐观的 我们的估计 我们的估计就是一年七日的黄金周 大概会有115万至120万的旅客左右 这个其实比起去年的升幅是20% 当然你说对比疫情前大概都是七成半多点 去到七成半多点的数 但是旅行团我们的估计就是 只是整百多万人里面的大概2.5%左右 Vidget是变了850团左右 但是这个数虽然我们说旅行团的数是少 但是它也是比起去年的黄金周是升了大概是10% 接近10% 但是这样看 因为其实逢亲内地的长假期 旅行团反而是比平时少的 就是数目比平时少的 为什么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逢亲这些大节的话呢 那些酒店的价格一定是比平时贵一点 是的 所以旅行团的吸引力就比较少了 但是今年呢 我们相信自由行团 便宜了一点 今年其实是便宜了 比起去年便宜了 比起疫情前的价格也是低了 所以今年我们觉得比起去年也有10%的升幅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说如果那个比例上呢 旅行团就肯定是少的了 长远少看了 因为如果你说对比在2018年的时候 就是疫情前 其实无论旅行团 或者是整体连续自由行的数目呢 始终都未去回那个水平 你自己觉得 就是已经是疫后复上了 就是都一段时间了 这样不短的了 那个时间 有没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回之前 还是大家都应该有个心理准备 很难的了 我觉得是会有的 但是这个是要逐步来的 还有我想最主要一件事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经济了 其实全球的经济都是差了 内地的经济当然是差了 所以那些人会扔在旅游的消费 一定是少了 而当然另外一件事我们看到 旅客的模式 就算是内地旅客的模式 也都是改变了 以前是纯粹是主要来买东西的 已经不会有这些 所以这里是要 而我们去推一些特色的旅游 或者深度游的话 是需要时间慢慢人用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但我们看回现在刚刚 内地出了一个经济组合权 但同时间其实他们各个的地方政府 都开始谷过内税 那你见上海也有些消费劝势推出来 希望它们留在当地消费 你自己怎样看 如果是在来年 可能或者是未来一两年 其实那个情况 是不是都应该有机会 是达不到疫情前的水平呢 那我们觉得呢 即是未来两年应该就是未到的 应该是未到的 那还有这件事 当然也都很视乎经济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们现在的汇率 也是一个原因 那令到就是 你花的钱 就算想起以前 我也是花了这么多人民币 但等于港资就已经有不同了 那所以这些种种都会是 最未来这今年 或者是 甚至是明年 我们觉得都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当然还有一样 我们要值得去看看 就是说 2018年的时候 其实入境的旅客 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 都很多水货客 是的 所以水货客那些 你知道一天都来很久 所以在那里 其实都是有些 将那个真正的入境旅客的数字 是模糊了 但是譬如我们一见到 这个情况始终都是稳步地升 不过又不是升得那么快 其实你自己看回整个行业生态 无论是旅行社 或者是导游 其实他们那个 就是全网有些人形容 就是是不是少了 其实已经就是 有些倒闭 或者已经转了行 我觉得现在就是 就是去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那么多旅行社 已经说 就是现在在这里的旅行社 我觉得都很稳定的 有实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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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已经捱过了 要倒闭的已经是倒闭了 那所以就 但是那个生意那里 那真是的 现在呢 譬如说我们如果说入境的话 都是去到疫情前的 大概60%至70%左右 那出境的也是 其实出境都是差不多70% 那这里呢 他们的生意那里 真的要慢慢去批准的 那也都要一个转变 就是刚才提到 模式改变了 那你们一定要切合回 现在旅客他想要些什么 提供些什么 你才可以持续下去 那这个旅行社呢 道友那方面 现在有没有一个转变呢 各行各业都说不够人 但是我们似乎那个 暂时这一两年 前景又一样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都救人 还是都是要输入劳工 还是怎么样 你要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求的那个 导游是什么导游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要看回那个 那个需求是怎么样 比如说你说我们以前的 一些导游主要就是带 传统的景点的 那接着就可以去一些 店铺买一下东西那些那些那些呢 是真的有需求是比起供应是少的 就是现在是多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去说 现在我们在业界来说 一直在推称要深导游 要去淡游探备 但是这些懂得说的导游 就算是不足够的 那还更有另外一个就是外语导游 外语导游也是严重短缺 那如果譬如我见你都有 近日都会有唱语的 就是说可能在导游发牌上面 可能希望可以拆墙松绑 其实是不是就是针对这些情况 还是整体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都是针对 刚才我们说的缺的那个范畴的导游 就是说第一包括外瑜 第二也是说深导游 还有我们看到 现在来说其实有些年轻人 他们是有兴趣的 想真的进来试一下 但是现时的那个发牌的制度 就是他要上一个六至八个星期的课 跟着上完六至八个星期的课 之后他就要参加考试 考试成功就可以发牌 但是如果你不上这六至八个星期的课 的话你就一定要是大学毕业生 你才是就算是考试 他给你考试的 但考完试之后他都不会给他牌 除非你是大学毕业生 如果你没上过那个课 老实说六至八个星期 如果我只是想尝试一下 去做一个兼职的形式 去看看我喜不喜欢这个旅游业 我想是很难去投资这个时间去上 但是变了有一些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有一些读大学的学生 甚至乎在中学毕业生 他想去入行的话 就算他有兴趣去考 你考到也好 你都拿不到那个牌 大学应该没问题 因为大学就是你考了 总之你大学毕业 考了时就行 可能你们现在是想针对一些 可能是 未大学毕业 未大毕业 或者学历未去到大专以上的 那些就是去做 没错 因为我们也觉得 就是读大学那些同学 他都可以加入行 用一个兼职的形式 去开始去做 变了他有兴趣的 起码我们是为年轻化 第一 第二就是说我们的人力资源 那里是会有所增加 但是你说 就算他有兴趣的 他又考不到牌 又做不到 去到毕业之后 才再考虑 那其实很多时候 都不会回到毕业 那譬如现在 其实你看到 刚才你说 那些深导游 外语的导游 其实有多少个呢 就是你怎样才为之够呢 现在我们去看看 就算一个 一个好泰国市场 其实我们泰国市场的导游 就是识泰语的导游 都不够的 那不要说一些 更加特别的语种 比如俄罗斯文那些 全港真的只有几个 而且那些都是比较连长了 已经 所以我们是需要年轻化 而针对这个外语导游那里 我们也有跟政府去反映 甚至乎在我们来 这个施政报告的建议 我们都有写 就是说 希望他可以放宽 有一个是在职留学生 留港计划的那个 现在是没有涵盖到旅游业的 那如果可以涵盖了的话 那这些外语的学生 他在香港的时候 他也可以有一个工作 那可以舒缓了 虽然不是说 未必是一个全职 但一个兼职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光得到 多些选择 你的意思是 对 深导游那边多不多呢 深导游那些导游 现在来说 就是很多时 就是用一些导想员的角色 去做了这一份 不用考牌了 导想员不是考牌 但是你那个团里面 又要有导想员 又要有导游 所以成本更增加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 在新的检视制度下 就是说 不是一定要大学毕业的 如果他读了某些导想 也都有一些 或者是旅行社 做过其他工作的经验 又考了个试 又考了个试 就不用两个人了 没错了 那你的心脏的团又低一点 那又吸引多一点 没错 就算我们拆长松绑 都要他们肯入行才行 所以问题就是 在于究竟那个前景 是不是真的很好 才能引人入行 其实现在 因为其实你 看新加坡 跟我们都相似 其实他们都搞很多 这些本地的深度游 都近年搞得到 挺多的选择 香港现在的数目 其实你觉得够不够呢 需要不需要再加呢 一定要再加 现在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深度游 就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 其实去年 我们旅游议会 就受到 这个问题旅游事务处里面的资助 我们就举办了一个 创意深度游行情 自计比赛 那在里面呢 其实都出了很多 很好的ID 很多老师 很多老师 很有趣 我们自己都去过考察 很有趣 但是 说到没有 现在都是一个 开持阶段 行家肯定用也有个问题呢 行家是有的 但是呢 现在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 客人 未是那么多的 未是那么多 所以这些是要 慢慢去 慢慢去 引育 也都 要政府去多一些 资源的 协助 协助我们业界 你觉得有什么支援呢 一个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说 其实之前 现在都有一些 在做 但是就 去到 明年的3月31日 就已经停了 这个计划 就是说 其实按照你的人头 如果你这个旅行团 是 入境的旅客的话 而又去 是合乎 这个深度游的要求的时候 就有一些资助 每个人头都资助 那变成了这些呢 都可以在 延长 对了 延长 还有在初起步 这个阶段的话 可以扶我们一把 那就令到我们那个 在这些特色旅游产品 在市场上更加多 刚才你说 拆长松绑那样东西 有没有跟政府谈的 就是对方的反应是怎样 会不会说 有些人会担心 因为刚刚近排 又就是 不幸 你们业界里面 有一个导游 因为可能 强迫购物的态度 就是被钉牌 那样 所以大家就 如果你拆长松绑 会不会令到质素 又可以维持不到呢 政府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我们初步跟政府 去讲这件事 他们是开放的 他们是可以去检视的 但我又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检视 不等于对于 导游的要求降低了 反而 其实 说回刚才你说的事件的话 导游被人暂缓 停了牌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事 对于我们旅游业 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也都给到旅客看 现在我们香港 是好在乎这件事的 如果有些导游 他的态度不好 他措手不好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个 被人盯牌的风险在 那便变成了旅客 更加有信心 来到你香港 好 暂时和你谈到这么多 再回来再讲 欢迎回来 讲清讲座 今集的嘉宾是旅游业议会 总干事杨淑勋 总干事 我们这一节又讲 讲近一点的 就是国庆黄金周 刚才你都说 应该都是乐观的 比之前好 但我们看到 同时国庆因为75周年 所以其实看到 不同界别都有很多优惠 香港人自然开心 旅客都应该可以用到 但担不担心 会不会很多人 职在某几间餐厅 特别多优惠餐厅 到时会不会有些冲突 或者承受力都未必得呢 其实如果旅行团的话 就一定不会去这些餐厅 因为旅行团的行程是很紧密的 就是它不可能 让你在那里排队等 或者自己再选择什么食物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会太担心 但当然自由旅行的旅客 他是可以自己去享受到这些优惠 但你说会不会自由行的旅客 因为都是单头几个 会不会令到大家要争呢 我们觉得应该都机会不大 其实我们的乐观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优惠 还有之前旅发局在国内做了很多宣传 它是用这个高德地图 就是给了一些召车的优惠 还有有八折 其实这些内地旅客都很喜欢 因为他们在里面就全部都召车 这个就监察他们的模式 所以我们乐观也是一个这么的原因 另外一个重头戏 也是很多不少内地旅客 都觉得很吸引的 就是那个烟花回演 今年还有无人机 加上去 但我们看到去年都试过 就是好事临美变坏事 就是因为跨年那个太迟放了 那些人就过关那个就逼迫了 那样 担不担心今次有这个情况呢 还是都不是太担心呢 我们不担心 而且也都在我们 就是之前准备这个十一黄金周 其实政府都举行了跨部门会议 我们业界也有在里面 那首先一样东西呢 就说回今次十一的国庆的时候 烟花是九点钟开始的了 那也都是28分钟 那就是放完都是九点半未够 那九点半未够呢 其实足够的时间呢 就是已经计算过了数 那些地方的流量是怎样的 当然呢 不同的关口的同时呢 他们也都会更加多人手在处理一些人流 那所以我们觉得今次这个情况 和宽延倒数不同 因为那是十二点钟才放的 放完就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那所以我们觉得今次会有信心 但刚才我都说到呢 就是我们今年香港那些国庆的酒店的价格 是低了一点的嘛 那为什么那些人勇去过关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一来就赶住 所以深圳住酒店可能相对便宜一点 这次会不会少了一些人这样做呢 我们觉得回到那些多数都是一些大湾区的旅客 因为他根本都不会打算回家而已 而你说另外一些比较长程的旅客 譬如我们都看到高铁的一些数字 其实一些长程的旅客 譬如上海北京来的旅客 其实那些车票一早已经爆了 而这些我们就觉得他不会去深圳住 今天第二天早上就回来 太赶了 太赶了 我们就希望情况越来越好 就是访港旅客的数字 所以就要加景点 幸好我们现在有一个活的景点出来了 就是我们一次过去香港 就有六只的大红猫 你自己觉得其实那个帮助有多大呢 因为有些人有这么说的 虽然很有趣 现在都很多很高的讨论 但其实我们国家都有 向不同地方都有租借一些红猫 亚洲又有 内地都不少 其实那个吸引度是不是这么大呢 我觉得我们香港去发展这个红猫经济 是可疑的 我们是有信心 因为我们香港不同 就是我们香港其实除了内地城市 香港是拥有最多红猫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这些红猫是没有期限的 不是说五年后你要回去 那样 那变成我们香港的 那些红猫来到香港 就是以香港为家 落地生根 那变成这一个呢 我们是和其他的城市是不同 那当然呢 现在来说是热烘烘的 红猫这个话题 那我也都觉得 政府也都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比如说有精明比赛 然后有鬼话比赛 有一连串的无人机也有 甚至乎邮局都说会出一些邮票 是猫 那首先我觉得要将气氛 令到每个人都喜爱这个红猫 那喜爱这个红猫之后 那你就会有一个延续性下去 那当然另外一件事 也都要将红猫去IP化 但是这个IP就要开放出来 给所有的人 就是令到你全城里面 都会有很多红猫的气氛在 比如说红猫的点心 或者是甚至乎 我们中国传统的甜品 杏仁露 芝麻糊 你上面拉花 我觉得这些全部就突显你香港 怎样去配合这个红猫的一个形象 甚至乎的士 巴士 都可以 要有这个氛围 就可以慢慢去发展 当然你要持续的话 也都是要有跟文化去接合 就要有推出一些 好像之前那些功夫红猫都很受欢迎 我们可不可以整一套 我们四个一家四口在这里 现在又有老中青三代 就好像韩国歌福报那样 是的 有那些气氛 有那些动画也好 卡通也好 令到你这件事就可以延续 我觉得这里是可以发展 但当然现在是未行的 如果你说我现在要立刻 做个红猫旅游出来 就可能周边的配套是未具备的 刚才你说到最重要是全城参与 所以就提出要开放IP 就是把整个红猫的角色 连买东西所有人都可以用 问题是来自谁最初投资 投资金进去制作IP 投资金可能他会很介意 我开放了 投资金来回报就不够高 这件事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里就需要 我们觉得就需要政府牵头 去看看如何去做这件事 去做一些帮助 但是在这个最初的期间 我们觉得可以去考虑就是说 你开放IP 政府去做一年的时间 让商家去看看 会不会有这个机会 可以发展到 在这里赚到钱 接着就再收回钱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想你说要一个商家 纯粹商业的角度 我整个IP出来要开放了 我觉得在商业上的角度来说 有比较困难 刚才你也说到我们的讨论 都很热烘烘的 的确在我们香港里面 就热烘烘的 内地也是的 但是暂时你看到 譬如旅客或者其他 跟你们合作开的旅行社 那些内地或其他地方 有没有多了查询呢 其实是有的 是有查询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产品 是未做得到 未做得到出来 但是查询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 当然现在来说 我们几个新的成员 都未可以跟观众见面 所以这里我想 当他又可以见面的时候 我们又有多些陪套的时候 肯定这是一个 会受欢迎的点 但是说不说得及呢 你觉得其实 现在我们都说的是 就是十月了 最快那两只见 就是年底 就是两个月之后 然后另外那两只BB 就明年年初就已经见了 其实很短时间而已 你们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太赶做不到呢 还是一开始可能 产品都是集中在南区 我觉得是要一步步来 你不可能说所有 其实做每一件事都是 你不可以所有东西都提醒你 才可以做 那么就一路做一路加下去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南区的配套 你觉得行不行呢 你觉得如果 就是个个涌上 真的可能会涌上去看 又有那些艇的 红猫的艇 又有些巴士 又有野食 现在的配套 你觉得暂时 那个承受力够不够呢 我纯粹看 因为南区那里 其实它的交通 都是地铁完善 所以地铁的流量 我们觉得是可以的 而如果在 开始这段时间的时候 当然这件事 我对投资都说要慢慢去发展 那么我们觉得 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另一个景点 就是刚刚想起的 有点时间 很小时间 说完就是那个契德体育园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景点 它是跟游轮码头 都是同一个区 其实游轮码头 现在很老实 有些人形容 都是有点死症的 其实他们有没有任何的 协同的 cinergy可以做到呢 但是暂时又没见 政府有这些计划 其实这个 以我理解 他们是在做这一件事 肯定是要有协同校证 因为现在 其实两个地方 你知道 那个契德体育园 很大的地方 变成有整 好像70万平方尺 那样 无论餐饮 商场那些都很多 变成如果这两边 就可以去互补 也都是一样的 当游轮码头的旅客 下船的时候 那边如果有演唱会 有其他城市 也都可以去那边 所以两边肯定有一个协同校 我明白那些旅客 就可以不用自己找车 等的士 去回酒店 就已经有一个新的活动点给他们 但是他们本身那个游轮码头 都挺大 如果那些餐饮员 完全引导过去 就是启德体育园的话 那那个地方会不会说 大了又浪费了呢 我觉得那里就要留下 这个码头的营运商 去看一下 如何去发展 因为如果我尽是旅客的角度来看 其实理论上他下船 他就不应该逗留在码头那里 他应该出来玩的 明白 所以我们觉得在旅游那方面 是的 我觉得在旅游那方面 我就不会特别去关注到 他里面会不会有多少食肆 多少食 因为那些旅客应该走出来的 如果他能回到那里 应该上船的 所以 因为海港整个又不同 对了 那个就一下船都可以走下 所以大家就想着 初头启德都是这样 但结果又未如所愿 但是我都觉得 那个游泪码头那里 都应该发展一下 但是主要目的客人 就是香港的居民 明白 最后再问了 我们经常都说内地客很多 其实现在整体的旅客 我们内地客的占比 又没有越来越大 还是我们其他地方的旅客 都开始有升的趋势 其实占比就跟疫情前2018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80% 70-80% 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疫后之后 我们北亚区 就是日本 那里就真的 现在来说 我估计是回到以前的四成左右 当然这些也可能 有些地缘政治的问题 但是也有些 譬如说 泰国、菲律宾那些 比疫情还好之前 所以就个别不同的发展 那我们就持续观察住 多谢你上来讲清 讲座 时间足够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